我们来看这一题,根据世界经济论坛提供的数据指出 海洋的塑胶垃圾已达1.5亿吨 每年有800万吨的垃圾流入海洋,造成海洋生态浩劫 近年来许多人开始关注海洋生态保护的议题 某校师生为了响应浸滩活动 打算将浸滩范围规划在一块四边形的沙滩上 沙滩外围的四个边落在平面坐标上的四条直线 L1方程式Y等于0,直线L2方程式Y等于2 直线L3方程式S-Y等于0,直线L4方程式S加Y等于8上 是求我们来看第一小题 用连力不等式来表示此四边形区域并求其区域面积为和 有点意思呢,我们在坐标平面上就先把直线L1,L2,L3,L4 那么这四条直线我们把它画出来 所以首先我们来看直线L1,那么就是SY等于0 直线L2,那么就是Y等于2 直线L3,那么就是S-Y等于0 直线L4,S加Y等于8 那么因此所围成的这一个四边形 那么就是这一块四边形 所以我们利用连力不等式来表示这四边形的区域 那么首先是Y等于0,也就是直线的这一条方程式 那么因为它是实线 而且这一块区域在这一条直线的上方 代表是Y大于等于0 我们来看Y等于2,这一块区域在这一条直线的下方 那就代表是Y小于等于2 我们来看S-Y等于0 那么这个区域是在这一条直线的右方 那么表示是S-Y,那么因为是实线所以有等号 那么就是大于等于0 接着再来看这个区域在S加Y等于8 这一条直线的左方 所以就是S加Y小于等于8 那么因此这个四边形的连力不等式 我们就利用这样子来表示 那么接着我们来求它区域的面积 要求它区域的面积,首先我们来找这些焦点 这个点如果我们把它叫做A点 那么A点就是Y等于2 那么跟S-Y等于0的焦点 所以焦点坐标我们求的 那么就是22这个坐标 接着我们来看这个点 这个点是V点Y等于2带进去 所以我们得到坐标,那么就是62 接着我们来看这个点 这个点就是Y等于0把它带入 所以这个点如果我们把它叫做C点 那坐标就是80 那么再来看这个点刚好就是圆点 圆点的坐标那么就是00 所以这一块区域所形成的四边形 那么就是一个T形 所以T形的面积计算方法 那么就是1 2分之1 上底加上下底乘以高除以2 那么因此我们来看它的上底 上底是6跟2的距离 所以上底是4 那么下底呢 8跟0的距离 所以下底是8 那它的高呢就是0跟2的距离 所以它的高我们把它图一下虚线 所以高呢是2 那么因此它的面积我们就利用呢 4加上8 那么再乘上的高是2 则此次净摊活动总共需投入多少位师生 所以我们来看第二小题 我们有求得的面积是12平方单位 那么每一个平方单位需要100位师生 那么因此呢 12平方单位就把12呢 再乘上100 那么因此呢 我们就得到是1200位师生 那么因此呢第一小题 用不等式 年历不等式来表示 所以呢我们表示在这边 那么它的区域面积计算结果得到42 那么第二小题需要投入多少位师生 计算结果我们得到来是1200位师生 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